牧师、师母、传道、主带长辈、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今天要攻读的经文共有三处 第一处经文在以佛所书第五章九节 第二处经文在加拉泰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第三处经文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 以佛所书五章九节在新约圣经两百七十三页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第二处经文在加拉泰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在新约圣经两百六十六页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洁净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第三处经文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三十二页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讲冒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 信息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 活出美善 活出美善 恭请董御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天员祝日喜乐平安 新年喜乐 散一堂是个喜乐的教会 阿爸妹 阿妹 感谢神好 在这里非常喜乐 我们从敬情当中进入敬拜 我们也在小朋友在一起 在神秘前的欢喜当中来敬拜 今天跟大家思想的是 活出美善 我们看到今天三处经文里面 分别提到 良善这个字 其实今天大家这里分享 我觉得基督徒 这个世界不缺少基督徒 只缺少良善的基督徒 教会里面也其实不缺少同工 只缺少良善的同工 为什么要这样讲 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光明的果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光明之子 耶稣也特别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那么光明之子有三个很重要的内涵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 良善 我们在看到圣灵的果子里面 特别提到良善 那么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内涵在里面 这个九个内涵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良善 对不对 会不会吗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温柔 就看到说 其实圣灵出满的人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要结出的果子 一个东西叫做很重要的是良善 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智慧 在雅各书说有两种智慧 第一种智慧是地上的智慧 属鬼魔的智慧 充满了增进 斗欧 嫉妒 那么另外一种智慧 来自于天上的智慧 天上的智慧里面先是清洁 或是和平 满有怜悯 然后就温良 荣顺 这些其实就是良善的 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圣经非常强调 其实良善 是生命当中应该要有的果子 但是你们发觉 基督徒不太明白 什么叫做良善 那甚至我们会常觉得 如果我们过于良善 会被别人践踏 我们过于良善 可能就是妨碍上帝的公义 我们过于良善 很可能是制造世界的恶人 我们太软弱 那是这样吗 可能我们不太了解良善 它的内涵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要 把良善弄清楚 所以我们要看看 我们怎么样活出良善 大家都知道基督徒 我们并不是修行 是不是 我们是因性称义 也因性得生 是不是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活出良善 我一开始告诉大家 其实基督徒要良善并不困难 但是如果不靠着上帝 非常非常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来看 我们如果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曾经有一个人 他后来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孩 一塌糊涂 坑拐 骗 抢 什么都来 教课 所以所有的老师呢 看他都觉得这个学生 是我们的头痛人物 那大部分的老师都会这样说 你大概这一辈子 活动以后就在监狱当中度过了 我们这些老师看的小孩太多了 你看你这个样子 我们都可以说预言 跟基督徒一样会说预言 很多教育不知道说预言吗 他们就开始说这些乱七八糟的预言 这个老师就讲 我们看你大概一定在监狱里面 度过这一辈子 我就这样度过一生 好了 那他也真的就是 不如老师们的这个预言 他就真的继续做饭 有一天他又跳课了 跳课的时候呢 翻墙出校园 谁晓得一翻墙的时候 校长刚好在墙外面 跳下来的时候 四目相对你知道吗 四目相对看到校长 哇 这怎么办 他正准备被校长痛斥一顿 带到校长室寄过啊等等 没想到校长看了他 说了一句让他非常震惊的话 校长说 校长看到你他说 孩子啊 我在你的眼神当中啊 我看见了充益 就是很聪明 我也看到那个清澈 孩子你只要狠狠 你只要好好努力 你有机会像我一样 坐这个学校的校长 这小孩子那边愣在的地方 他愣住 不可思议 他说那个时候 他站在那边的时候 他想这个世界里面 除了我的奶奶 阿嬷 外婆 跟他说祖母 对我说过赞美我的话很乖 学生界里面有第二个人 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他都说我坏 都说我糟糕 都说我没希望 都说我会在监狱里面过一辈子 只有两个人 一个阿嬷 现在是校长 校长把他带回学校 也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这个孩子 有个很大的改变 他开始不敲课 他开始不说脏话 他开始兵兵有礼 他开始努力听课 然后呢 这些同学来 这些狐朋狗友 要带他一起去 出去敲课的时候 他都拒绝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讥讽他 哎呀你怎么肯你当校长 没有可能的啦 你看我们这些人就讲了 他还是不为所动 一路努力 就读大王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 他成为一个老师 45岁那一年 他回到这个学校当校长 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第二天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 一个善良的人 他可以看见别人 所看不见的美好 一个心里面善良 脑子里面善良 善良的人 他可以超越一般人的眼光 可以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 美好的蓝图 这个校长 他心里面是非常良善的 别人大家看到的小孩 都会动物 不学好等等 那这个校长里面 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叫做良善 他总是可以看到美好 到底什么是美好 什么是良善 良善到底带给我们什么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觉良善的人 他总是可以温暖别人的心 良善的人总是可以在别人心里面 点亮希望 燃起希望 点亮别人人生的美好 你会发觉光明之子 他的生命带给别人不是刺眼的光线 是带给别人很温暖的阳光 基督徒 每个人都叫做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也叫做同工 可是我们仔细来想一想 我们所到之处带给别人的是什么 我的背景是长老教会 我小时候我在长老教会里 长老教会 幽罗会 我在长老教会里面长大 我非常清楚地看到 教会里面有好几种基督徒 然后渐渐地我也去进行会 聚会 进行会里面我看到 非常棒的基督徒 也有一般的 然后慢慢我进贵客会 也看到有基督徒 如果不是像斯斯有两种 有好多种 接着我读中原大学 哇那里华山论剑 知道吗 各大宗派都去了 会所 有这个新约教会 专门骂抢新国的 新约教会 有这个西安堂 在前面先等过一两个小时 才开始聚会了 都睡着了 先等候主 非常多的 各大名派都讲 长老会的 你们有长青台记得 他们也有青年等等 我就发觉 各大都来 我发觉其实 基督徒有非常多种 但是微微有一种 是特别有影响力的 就是他非常善良 老人也有好几种 我从我爸爸身上看到 他不论去哪里 我父亲这个老人 都好受欢迎 只到他一见主面 我所遇到 吃吃饭遇到了 你是董牧师的儿子吗 我说是 你爸爸就开始讲 我都很习惯 原来就是 你妈妈 你知不知道 你妈妈给我奖学金 你妈妈没有给我奖学金 我干嘛大学读不完的 我都不知道 然后连我的同学都说 我好喜欢去你们家 你爸爸好慈祥 我说你不晓 我爸爸打我们的时候 多凶啊 就很奇妙啊 如果一种一种人 他心里面是充满了善良 他到哪里 都让别人觉得很愉快 今天早上 我期待我能领受一个恩典 第一道我让你讲 拉丁文 你知道拉丁文吗 拉丁文啊 它的教育 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把你生命当中 戳出来的意思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的生命 与神的信心有分 透过讲道 透过教导 透过你参加查听班 主日学 神要把他给你东西 把他抽出来 让你都活出来 爸爸们 如果你没有信主 你今天很好听到 你真的要信耶稣 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生命 是没有办法做那样的事情的 鸟才能在天上飞的 爸爸们 他有鸟的生命 他才能飞 但鸟不见得都会飞 上帝要帮助你能飞 爸爸们 我期待我今天 每个人在神的面前 如果你是基督徒 这一篇道 对你来说 希望不只是一个提醒 能够帮助你活出善良 爸爸们 因为善良的人 才是有影响力的人 善良的人 才真的能够发出光来 满有盐的味道 调和人 主帮助我们 让我成为一个 善良的人 我们一定要来祷告 天父你说 我们是世上的光 光要照在黑暗里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很渺小 怎么可能 谢谢主你把善良 良善摆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真的能如同你一样 能够点亮这个世界 能够带来盼望 能够温柔人心 当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断在制造问题 制造仇恨 制造纷争的时候 天父你把天上的智慧 已经从耶稣那里 放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可以在清洁当中 和平当中 活出良善 活出这样的美好 使人因我们 认识耶稣 主你带领下面的时间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良善 说我们不是模糊糊的 来知道真理 乃是真知道真理 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 真理让我们活出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 阿们 良善是什么 不管希腊子 不管希伯兰 这些文字 他都告诉你 其实良善就是美 良善就是美好 所以良善是什么 良善是自善自美的一种心性 是自善自美的一种行动 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我们要认识圣经的真理 我们一定要回到耶稣的身上 因为耶稣是道成用神 祂把神的道 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什么叫美善 美善是什么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带他们去 有一天经过一个人 路过 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 天生瞎眼 眼睛瞎掉 天生就是瞎眼 这个时候 要理你怎么做 可能就掏零钱 是不是 要不然就是 失落无度的 跟他走过去 因为可能后面的 有集团在操纵他们 对不对 我们有各种理由 大概我们就做 大概就这样子 可是耶稣的门徒很奇怪 他们几乎掏零钱 那么也不快不经过 他们就停下脚步来 干什么 开始讨论这个人 问一些神学的问题 是不是 他们问耶稣 站在这个人面前 这个人已经很可怜了 眼睛是瞎的 坐在路旁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 问什么问题 主耶稣啊 拉比啊 老师啊 这个人 是瞎眼的吗 是他犯罪 还是他的 父母犯罪 请问 如果你那个瞎子 你想不想打人啊 怎么跟第一堂一样 那我会有点反应嘛 你听到有反应 不然我就下来一句功 你不觉得这种人很可恶吗 是不是啊 人家够可怜了嘛 对不对啊 他们开始讨论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像不像台湾的民间性啊 像不像 有一次我去亲戚主 在河北山上 你看美河市旁边有个山上嘛 对不对啊 碧坛的山上去牵牵桌 借主的时候 感谢主 领寿 丰富的这个 感谢主 就坐下来 要把领寿的东西 打到电脑里面去 带一个小小的电脑 就坐在那旁边 哇 微丰富 多么美好 再打 打到一半 哦 有几个人过来 我一看就知道 这些人 谈一谈 看他们怪怪的 一谈 发觉哦原来是那种跳舞啊 神鼓啊 到什么国父纪念馆啊 到世界纽约啊 去表演的那群人啊 诶 你们住在台北嘛 有这群人存在 你们知道吗 他们大张旗鼓哦 所以就主要演 我一定要知道了 我就问他们 我听他们讲 他们的信仰都好 我只问他一个问题 诶 我说你们是不是相信 英国跟轮回呀 是啊 我们相信啊 我说我可不敢 我说我可不敢 我的小孩子 绝对不可以 信英国轮回的 为什么 我问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 大家成为一家人 在你们的英国轮回里面 这我也小有研究 你们为什么会 成为一家人 你们知道吗 诶诶 那半天 我是不是因为要来还债 大家成为一家人啊 啊 有没有啊 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孩子 因为他 你上辈子见他嘛 诶 轮回就是这样子啊 他都到了 民间中央下 不是这么简单啊 那所以这辈子 你要怎么样 还给他嘛 对不对啊 那要死了 我还怎么养他 他还说你欠我呢 我今天要住过优学 你欠他来 对不对 是吗 我说这样的话 你的家里不是 你的伦理都荒废掉了 我们都家 这还像个家吗 他就自自呜呜 就赶快走人了 我只能跟他说 耶稣爱你 各位啊 我们民间信仰 跟这一群是一样的 你不觉得这群人心里面 很毒吗 很坏吗 讲人家 是不是 人家就够可怜了 这是什么样的思维 耶稣什么伟大 也就是说 不是他有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有罪 是要在他的身上 显出神的荣耀来 你看到这是多么美丽的言词 阿爸们 你看这是多么美丽的思维 阿爸们 是多么美丽的思想 哈利路亚 我发觉 这就是美好 这就是所谓善良当中 那个原文字 那个美的意思 你知道现在的 你知道什么叫善良吗 用美丽的思维在看人 用美丽的眼光在看人 用美丽的逻辑在想人 阿爸们 然后会说出美丽的言词 阿爸们 今天人家迟到 你看这家伙不爱住 你为什么 怎么在这边 就去哪里 今天怎么在这边 就是晚上看电视 找到不起 这是用恶毒的逻辑 在思想别人 对不对 如果人家坚持到 我们想 是不是有事 是不是孩子出事 是不是家里有事情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这叫做美丽的逻辑 这叫做爱的逻辑 阿爸们 我们的思想里面 常常显露出 我们里面是良善的 还是苦毒的 阿们 阿们 心里充满的 嘴里就会输出了 这耶稣讲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良善的人 不需要口心不一 不需要口是心非 重点是我们的心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发出来 有意出来的 如果今天你说 耶稣 耶稣为什么要我们活出良善 为什么要我们良善 因为唯独良善的人 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阿们 他会有善良的思维 在想别人 他会有善良的眼光 在看别人 他所说出来的 话就带着温暖 就带着叛话 带着和好 使人和平的 这是天上的智慧 阿们 阿们 天上的智慧 是使人和平 是和平栽种的异果 阿们 和平之子 才成为神的儿子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许多人 面对上帝的 要求良善的时候 当做听不到 不要听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话不好听 因为自己不是 我们都是有罪推论 我们都是杖势欺人 我们都是喜欢 用一种恶毒的思想 来想别人 这是世人的思想 不是这些名嘴在讲而已 其实大家心里都差不多 是吗 但是上帝要我们 活出良善 为什么 因为良善的人 他的逻辑 是爱的逻辑 是体恤人的逻辑 是怜悯人的逻辑 阿们 他说出来的话 自然就是怜悯的话 爱的话 善的话 良善不只是 美的逻辑 爱的逻辑 爱的眼光 美的眼光 美的话 明书记 第十章 二十九 到三十二节 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良善 讲到了一个人 叫做摩西 明书记 摩西的岳父 叫耶特罗 记得吗 这个老人家 很有智慧 教摩西怎么管理 那你知道 摩西对他讲了几句话 很有趣 他说 你跟着我 老人家你跟着我 岳父你跟着我 我必 后代 后代 我必好好的对待你 我上帝给我的好处 这个好处 我都会给你 这两个境界 在讲什么 好处跟后代 其实就是良善 他的精髓 就西部来 就是美好 美好的东西 你知道 对岳父好 是不容易的吗 是不是 毕竟他不是你的父亲 虽然都说得很好听 我们是一家人 我帮你当儿子 你帮我当 都是骗人的啦 自己生的怎么会不一样 不然你回去看看 女儿在好辛苦 女儿好辛苦哦 在家里面哦 怎么怎么做 对不对 你看我媳妇 一直想要我一样 对不对 不会一样的 不会一样的 大家最好都诚实一点 好不好 我们又一直要讲多过 不会一样的啦 是不是 你说儿子就是儿子 女婿就是女婿嘛 是不是 你说一样的 好啦好啦 你是超人 你伟人 好不好 你是特殊的人 好不好 一般人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当然也有这种超人存在 伟人存在 但是 Anyway 我们看到 摩西对他的岳父非常好 我的好处都可以给你 我不是代你好 我是后代你 在讲什么 良善 其实就是慷慨的给 一个良善的人 是慷慨给予的人 哈利路亚 如果今天你看这个人 良不良善 你看他给人是 金经济交代给 一杯水车薪的给别人 还是慷慨的给予 主耶稣基督是良善的化身 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耶稣基督 慷不慷慨 倒空自己 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我们 Amen 上帝是良善的神 是 圣经里面说我们神是良善的 那你看罗马说的 八章怎么讲 如果你熟悉 圣经的八章怎么讲 神基督安息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舍 岂不将万物 与耶稣 就是与他 一同白白的 死给我们 换句话说 上帝是把耶稣还有 万物一同 白白的赐给我们 康不康慨 良善的人 绝对是一个 慷慨给人的人 好不好 不慷慨给别的人 绝对不要说 自己是一个良善的人 我们今天要 很清楚地看自己 我们才会改变 好不好 慷慨的给 我要告诉各位 真的 你看神就会到新约 我们的神 对我们是慷慨的 所以他称为良善的神 曾经有一个 老板娘做了一个见证 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见证 很感应 他是卖玩具 他说 我们每次到了 过年的时候 过年前我们就会打折扣 让爸爸妈妈 可以买玩具 送给孩子 所以他们的惯例是在 过年前就会打折扣 他打折扣的前一个礼拜 他就看到 有一个小女孩 就每天盯着 他那个竹窗里面的 那个洋娃娃在看 很漂亮的洋娃娃 每天下课一定过来看 看个五分钟 四分钟 然后每天都很沮丧的走 他注意看到这个孩子 穿着我 破衣啰唆 所以他知道 这个小女孩 绝对没有钱 可以买这个洋娃娃 他看这个小女孩 看了十五天之后 他心里面就觉得 彻影之心 他这个老板娘 就跟先生讲说 我这样子好 我想把这个洋娃娃 包起来 送给这个小女孩 他先生说 太好 然后中女友 有一天这小女孩就进来 进来以后 这个老板娘正想跟他说 我没有把这个洋娃娃送给你的时候 还来不及讲 这小女孩就说 老板 我要买这个洋娃娃下面的小汽车 这老板娘觉得 好挫败 原来他喜欢的 看了半天 看了不是洋娃娃 是要买小汽车 然后这老板娘就问了一句 哦小妹妹 我还以为 你喜欢洋娃娃 这小女孩一边讲 就一边把他所有的钱 倒在那个上面说 我是喜欢洋娃娃 可是我的弟弟 他喜欢这个小汽车 而我的钱 只购买小小汽车 我要买给我弟弟 哇 这个老板娘就更感动了 你知道吗 他就看了小姐来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我们店里面有个特别的优惠行动 买一送一 你买小汽车 我们就送你洋娃娃 哇 这小女孩好高兴 就这么 看到你上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小女孩很善良 对不对 是不是 她只有这么多钱 她没有去买她喜欢的 她想到的是 要给我弟弟 她所喜欢的 这叫善良 阿们 这叫善良 这叫良善良 我们看见老板娘很善良 对不对 是不是 明明就是要给她 可是她觉得 这是一件美的 给她尊严 是不是 这个是你买这个 你本来就应该得到 不是我们施舍给你的 这个老板娘 也是善良 你看到没有 善良 最基本的内涵 是慷慨的给你 听不见吗 我为什么说 不缺基督徒 只缺良善的基督徒就在这里 基督徒如果今天活出上帝的良善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一定要改变的 阿们 一定会改变的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眼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传福音 是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问我们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要是耶稣 阿们 阿们 他看到你的好行 大道理人人会假 为了自己的功德 人人都会去去给钱积功德 利用别人来积自己的功德 可是唯独 单单就是爱人 就是慷慨的给予 不一大给予 这种是不一样的 阿们 阿们 我告诉你 我们的给 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里面给 是不一样的 我还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 我从来不怕刺激 他们做什么 知道吗 因为我跟他们强迫过好强势 比如说呢 戏子发大水 对不对 我们这边还有我们戏子 本赛事长开拓的教会 对不对 那烟道 一楼一层都这么高吗 我就打电话问旧主席会说 你们需要什么 他说 同时我们需要500个便当 我说好 中午一定中到 因为很多阿兵哥在扫 对不对 那我过去也要扫 扫得很均补 我总共带个扫法去扫 没有什么用意识 我最好是能够带他们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中午之后 再帮他们扫 我早上去买便当 买便当 买便当 因为我们是 在外面 我们也是跟各位 我们住到外面去 穿飞 人家比较赶来 叫我人家看到 他们都认识我 所以我跟老板买便当 说 你是美丽人生的 不用钱 哇 控肉便当 我就是买那控肉便当 这个叉烧便当 鸡腿便当 排骨便当 时间到大家饿了 哇 我就买这些 都是很好的便当 到处去买 说话便当 买好了 上我们以前那部汉 上一趟也只有开过 哇 四轮乘动车 开到那边去 哇 真的是好惨 我到那边去以后 我就把便当送给你 那里去 他们去 东西那里带给你 我们合一趟 跟你们一样 合一趟是 姐妹当弟兄用 弟兄当牛马用 知道吗 哈 姐妹跟我一起去扛 你知道那个泥巴水 要从地上扛上来的那些泥巴 放在那个袋子里 真的很重 我就扛 咦 刚回去以后 我就发觉 我从来不怕慈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做的都是素便当 大家知道什么叫素便当吗 吃菜的啦 知道吗 里面是不会有肉 只会有项肉 他们心里在吃肉 你知道吗 是不是啊 酥鸡啦 对筋鸡啦 对筋鸡啦 我的控肉便当 排骨便当 我要请问你 如果你是阿兵哥 你会拿来拿一种便当 你没有当过兵都知道排骨嘛 那用力气的 你知道吗 哈利路亚 我相信那段时间 阿兵哥对基督教的信仰 是有特别的好感 你现在如果我没有去 他们真的要吃素便当 对不对啊 阿们 一个联谊 至少140个人 是不是啊 我至少会有三个联谊以上 你知道吗 大家看到我都乐融融 你看我是 我是这个 带来给他们 欢喜快乐的人 阿里路亚 你今天如果看看 人家会不会有感觉 会不会 一定会有感觉 一定会有感觉 我们去南中凉 南投南中凉 我们进去 去了七年 我们刚进去的 真的很惨 那个921震灾 那个地震 我告诉各位 你根本不要怕 你慷慨的给 你知道我们去那边 要住主合物啊 然后我们就后来 就留人在那边啦 陪他们啦 因为大家比较需要的不是 你知道 这些什么佛光都去了 佛光村啊 大爱村啊 我们都进去 我们都看 给了钱照了箱就走了 后来第七年的时候 南中凉的那个 村长出来讲话 他们已经换不好 几个都被抓起来 你知道吗 第七年那个 就出来讲话 我说了 我是没有信任的宗教 我也不是国家都 我也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都走了 只有你们基督徒 还在这里 阿里路亚 阿们 只有你们 还在这里陪我们 东新大罗岛的时候 台北市 九二一 我们也从来 去陪伴这些眷属 在挖 什么心情 到晚上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开罢了 为什么 因为记者会来访问 对不对 是不是 会来照 对不对 那某某某某功德会 只要有镜头一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坐在 原来的位置上面 你知道吗 所以到晚上 就去开罢了 怎么罢呢 你宅民开始骂人 他说 我看 只有你们这一基督徒 是真的 他们都是假的 你看看 镜头来的时候 只有你们住在我们旁边 他都跑到镜头前面去了 好气哦 你知道吗 你如果真的 用慷慨的心 爱人的心去爱人的手 人家会不会有感觉 会不会 会不会 他们先看到福音 然后他们再听到福音 他们很容易相信福音 阿里拉 上帝要我们活出良善来 你用慷慨的给予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上帝在讲 他良善的时候 当诗人赞美上帝良善的时候 他们只能提到一句话 就是你乐意赦免人 阿里拉 我很选择这节经济 我还是要说八十六篇 第五节是非常棒的 他主要你是良善的 为什么 因为你乐意饶恕人 良善 谁是良善 神是良善 怎么全是良善 宽孔大量 赦免过犯 阿们 一个斤斤计较 不饶恕别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良善的人 阿们 一个一笑敏恩族的人 哈哈大笑就过去的 肚子里面可以撑 不是可以撑出来 撑航空母舰的人 这种人 就是良善的人 阿们 常常不会给人家索求 你欠我一个道歉 你还记得吗 二十年前你说了什么什么 你看看 赖狗几千年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良善的人 有一样东西 可以test出来 测试出来 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宽宿 宽宏大量宽宿别人 我今天不在这里所讲 我希望把圣经的真理讲清楚 基督徒你一定要自己反省自己 我们如果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感谢主 你有上帝的良善 因为八十年前地比节告诉我们 神啊 他们展示说 真底是良善的时候 他特别提出来说 你饶恕过犯 把他们一宽宿过犯 你心里面想象的不饶恕的吗 如果有 赶快到神前祷告 主耶稣说的比喻 你还记得吧 这个饶恕你千万两 结果你十两都不饶恕别人 结果上帝就不饶恕 七十个七次 然而是什么 除了美丽的思维 美丽的眼光 除了美丽的言辞 除了慷慨的助人 除了宽宏大量之外 最后我们从大卫身上看到 什么叫做美善 大卫的美 是因为大卫对上帝 充满了感恩跟情义 阿爸们 当他苦尽甘来 住在香伯木的宫殿里的时候 他立刻想到的是 上帝的约会还在藏墓里面 马上想到的是 我要盖神殿 结果上帝不让他盖 要让他儿子和平子去盖 他仍然想尽办法 为圣殿去积攒需要的一切 你去看 你会发觉大卫在死之前 他会上帝几百公顿的金子 几百公顿的银子 他会这样做 他说我在不容易 金不容易当中 我为神预备了这些 他是一个感恩的人 他是一个保温的人 他是个有情义的人 什么叫良善 什么叫美 心里面充满感恩 跟情义 阿们 我发觉感恩最美 你不觉得 不是那种干温 不是这样 是真的 是用爱心去爱人家 感谢人家 对不对 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谁 身边的家人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 以前不信耶稣 我去探访他们家 两个姐姐先信 妹妹先信 然后姐姐信 老二先信 然后老大信 两个都是女生 那老三的这个儿子 不信 因为爸爸初晌不在家里 到国外去了 不再跟他们很多联络 所以妈妈一个人养他们 然后娘家一起来 雇雇这个家庭 那这个儿子呢 越长越大 一百八十公分 好高大 生气 就什么 翻桌子 冰冻 知道吗 就把这个桌子翻了 砸家里的东西 他们全家都好害怕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赶快带他新耶稣 是不是 福底抽薪之际 赶快带他新耶稣 奇妙 这个还是不乱新耶稣 新耶稣也吸得非常好 现在找到什么地步呢 再也不翻桌子了 感谢主 也不打人 这个 读书 很会读书 谁就更骄傲 就不打人 他们全家族 因此就信耶稣 为什么 你知道你要够坏 你够坏 然后你信耶稣之后 大家才会觉得 哇不可思议 知道吗 像我们这种好好的 信耶稣都没有什么影响力 开玩笑的 那很坏 他一信耶稣 他变得很好 反差很大 你知道吗 真的 几乎全家族都到我们教堂来聚会了 都来想说 这怎么回事啊 全家都觉得 这个我一定不笑 这个坏蛋 怎么现在信耶稣 都变得那么好啊 他告诉我 他牧师 告诉你 他们叫我二哥 我告诉你 我每次想生气的时候 我就想到 妈妈的一些画面 我把这些画面 变成照片 放在我那里 我每次想生气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看 哇 聪不聪明 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良心 我告诉你 如果你常常看你周围的人 对你的好 你很容易有情意 有感恩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很容易 我们 眼睛常常看坏的 对不对 刚说 这个 良善的人 他看的跟我一般人 看的不一样 对吧 他看到美好 不良善的人 把美好都过滤掉了 只看到不好 良善的人 是把不好都过滤掉了 只剩下 好 在心里 阿爸们 我妈妈以前是很温柔的 可是自于抒发以来 即追随爸爸的女孩 我看我妈妈 都好凶哦 对我跟我哥子 然后有一天就忍不住我 我今天大根公司不在 我讲他几句坏话 对不对 开玩笑是好话 然后我就问我爸 我说我妈 妈妈这么凶 爸爸你怎么都可以忍耐你下去 你看我在调歌一间嘛 不是我是真的有问题 我说爸 妈都对你这么凶 我爸你为什么还可以 就这样忍耐 对不对 你知道我爸跟我讲什么 第一 你妈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妈以前是很温柔的 自从生了你哥哥以后 你哥实在太皮啊 自你哥以后 你妈才变 那我说我有点倒霉 对不对 撑在他之后 然后第二人 我爸说 你知道吗 儿子啊 你知道我告诉你吗 我都常想你妈的好 哇 这一招要 要学起来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不怕脾气 我跟他们忍得下来 不是怕太太 是因为我都常想你妈妈的好 我是你妈妈带你信主的 你妈妈为这个家牺牲多少 我常想你妈的好 第二姐妹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个量善的人 很简单嘛 阿爸们 阿爸们 你常想人家的好嘛 哈利路亚 我现在很常想 我太太的好嘛 是不是 阿爸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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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都好嘛 我现在帮我升上高胎 好不好啊 当然好嘛 是不是啊 他还跟我讲 我要帮你深想 因为最近 这个忙是别人都帮不上的 只有我能帮得上你这个忙呢 大公司以前很了不起的 你们不晓得他都过去 他很了不起 我很配合你 他就带人保护 弄弄科 你知道吗 那 弄弄科就跟我哥很好 后来他起了见证 让我看到 我很感动 他这个他没有跟我讲的 他说 他后来就得 他得了脑磨炎 脑磨炎之后啊 不好吗 他要自杀 因为他得了脑磨炎 他什么都不能的 他看人都是两三个这样子的 眼睛都看不清楚 走路都歪歪了 这样子 他就想跳楼死 后来神救了他 后来就清楚 从神得救 是得脑磨炎 得脑磨炎之后好不好呢 好 为什么呢 他突然间有一种功能 得完脑磨炎之后 好了以后 他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用一只手 只能一次画一个人 这很正常吧 得完脑磨炎之后 他可以五个人在他面前 同时画五个人 两只脚各画一个 两只手各画一个 嘴巴再一个 台词请他去表演 哎 不是画老一个人 五张五个人 很恐怖 他脑筋是切开的 切成部分这样子画 很厉害 那他呢 越画越好 他的姐姐都跟他一起 妹妹都跟他一起 在孤儿园长大 突然间 他的妹妹拿到一张 叫翁一芬 是很有潜力的 弹钢琴唱歌的艺人 后来主接他去了 那那个时候 他很有潜力 英文也好 那他拿到一张 去欧洲去玩游的 去游航 游航可以可以一个月 去参观各个地方的一张票 他就拿给登科说 哥哥你去 他说我们这群孤儿园长大的人 不要说去欧洲了 出国都没有啊 他说登科啊 你要画画 你去看下欧洲那些 这些欧洲人 他们很有名 就是去他们画的画 对你有帮助 他心里想 欧洲那里 你会唱歌 你到那里去 不是更好吗 你英文也比我好 可是呢 登科呢 欧洲人就坚持 登科你去 他你去 你去 就是要给你 哥哥就是要给你 哥哥后来 他讲这个事情跟我讲 我们非常感动 让我想到 一个真理 良善 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良善 不必等到你有的时候 再去做 阿爸们 阿爸们 良善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我们都可以给 阿利亚 好 我再注意时间 我比刚刚好一点 我刚刚是 现在是 我就跳过第二段 讲第三段 好了 直接跟他讲 你要如何成为良善的人 良善是谁都会讲 怎么样怎么样良善 你知道我们基督 不是靠修行的吗 对不对啊 是不是 我们是靠心靠神吗 对不对 对对我要告诉你 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 我们里面有没有良善 没有 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 全世界的人 里面是没有良善 什么讲什么佛心 都是骗人的 OK 对不对 圣经直接告诉你 创造万有的主宰告诉我们 人里面是没有良善 两个小孩犯罪之后 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我们的良善都很自私 没有良善 力之行善 游得我 行出来 游不得我 每当我要做善事的时候 好像就有个例子 把我补过去 我就没有办法做善的事情 其实我做善 其实也是自私 对不对 是吗 我做善是为了积功德 我为我自己 为我自己的子孙 不是很自我中心的 所以谁告诉我们 我们没救 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到了第七章结束 就告诉我们 感谢耶稣基督 阿爸们 当耶稣把救助带来的时候 赐生命圣灵律 就示范我们 是我们脱离 罪和死的律了 阿爸们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良善 你一定要先相信耶稣 阿爸们 你接受耶稣以后 赐生命圣灵就在你们来 重生了你 让你与神的性情有份 神的性情里面有良善 阿爸们 所以良善就在你里面了 那重点是 当你信耶稣基督以后 你怎么样能够持续地 活出良善 把良善活出来 拥有不代表享有 阿爸们 拥有不代表享有 你拥有很多 但是你不见得享受它 对不对 你如果能够享受这个良善 你能够活出这个良善来 所以他说 赐生命圣灵律 对不对 律法经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让他的爱子来 成为最神的形状 做了苏罪集 在肉体中定了最爱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使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阿们 强力建议你 把罗马书第八章背起来 这是救赎当中的救赎 很难背 但是一定要背 我现在讲的是 罗马书第八章 OK 我们家小朋友都要背了 他们已经背了好几遍了 不断要背罗马书第八章 这是救赎当中的精髓 关于话说 如果你要活出良善 你必须顺服圣灵 阿们 耶稣说 我们不好 上次拿好东西 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可以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 阿们 那你如果再 问耶稣为什么 要把圣灵赐给我们 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会带领我们 结出圣灵的果子 良善就是果子 一个果子的九面之一 阿们 所以你不能靠你自己 结出良善的果子 你必须要圣灵 充满你 你必须成为一个 满有圣灵的人 阿们 阿们 当你满有圣灵的时候 你自然就要良善 你没有办法 因为那是果子 就要结出来了 阿们 结出结门 因此我们今天的 重点在哪里 是耶稣让你 拥有良善 让圣灵进到你们来 阿们 接着 你要追求成为一个 满有圣灵 圣灵充满 是为了你要服侍主 给你利涯 给你恩赐 但是满有圣灵 指的是你灵命的一个状态 你已经与生同行了 阿们 这七个管饭食的人 他们三个当的条件中 有一个叫做 圣灵充满 其实圣灵叫做 满有圣灵 翻得不好 智慧中心 有好名声 然后他们怎么样 他们生命满有圣灵 他们结出两个圣灵的果实 一定 对不起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 满有圣灵的人呢 时间关系 很关强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因信得生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凭着信 就会得着 对不对 阿们 我们凭着信 就能够活出来 对不对 阿们 那我们如果经营在圣灵里面 你如果经营在圣灵里面 让你的心灵被圣灵拉起来 让你能够得到 接触上的脑子 第一个叫做什么 凡事谢恩 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所定的旨意是 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这三项事情都帮助你 在圣灵里 凡事谢恩是为 好的事情谢恩吗 不止 你要为什么 不好的事情 我告诉你 为不好的事情 感恩的信心 是最伟大的信心 阿们 阿们 你得到一百万 感谢神真的没有什么 你不感谢神 你才出生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 丢了一百万 你还可以 感谢主 万事互相效力 想丢掉一百万的人 得益助 这是不是一个 很伟大的信心 是不是 终于有声音都醒了 真的 根据我要告诉你 最伟大的信心 是凡事谢恩 对不对 含着眼泪说 主我信得过你 因为 你让万事互相效力 为我鼓励主 阿们 你胃肠不留下 一样好处 都给敬畏你的人 阿们 我信得过你 你知道当上帝剥夺 要允许你被剥夺 允许你失去 允许你生病 然后你还说 主我谢谢你的时候 撒旦会流流泪 阴间会震动的 阿们 阿们 那是最美的赞美 那是让撒旦哭泣的声音 我告诉你 我赞美主 阿们 谢谢 凡事先 凡事先是最伟大的信心 会知取满有圣灵的恩典 阿们 第二 赞美 我告诉你 圣经一再来告诉我们 赞美 神喜欢 以赞美为祂的宝座 对不对 以赞美为祂的宝座 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那宝座的意思 希伯来文是描述性的文字 它跟中文很像 是用描述来讲真理的 以赞美为祂的宝座 就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神要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当中彰显 祂的全民跟王权 阿们 那我们看到诗篇66篇说 赞美可以把神的荣耀发明出来 对不对 反正不好 应该说 赞美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对不对 你看 所有人限电 哇 诶 限电的时候 神荣耀的烟雨 一直不降下来 只等到诗篇出来 赞美的时候 荣耀的烟雨 降下来 祭祀都站不住 我们就看到 其实赞美会让你的灵 与神的荣耀 相遇 看见神的荣耀 你的信心就起来了 阿们 上一堂有张志浩弟兄 在 我以前在原山教会时期 你家里运 所以我礼拜六就住在教会 与文字为伍 你知道吗 教会的文字特别多 睡觉时分 咿咿咿咿 我跟你讲 以前 你们被鬼压的经验 全身僵硬 被鬼压 你们这么幸福 都没被压过 没被压 那种感觉 教会里面还有鬼压 我记得老院长 领导那个院长教我的 他说 他以前 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 喊了半天好久 然后鬼才走 这次 他后来发觉 赞美 最有效 所以呢 我很喜欢唱歌 叫什么 德圣德圣哈利路亚 知道吗 你注意哦 你把短歌背在心 你忧郁症要犯得起 你心情 你开始自怜 你开始要骂人 你开始觉得很担忧 你觉得你很痛苦 把塞滴滴拿回心中 你这个时候 赶快起来赞美 因为赞美的时候 那荣耐会出来 我这次我要试试看 我发现 感觉上那个黑的势力要来 我就唱唱 德圣德圣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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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已经得生 唱了三遍 安然入睡 哈利路亚 那一次我就知道 原来赞美 可以让我的灵 我眼睛看不到 我里面知道上帝的荣耀 我就有信心了 对不对 你来啊 你来试试看 我见到你的头 是不是啊 踹在烧中的石子身上 跟鬼子身上 对不对啊 你居然有信心啊 谁怕谁啊 基督徒叫做鬼见仇 哈利路亚 对不对啊 鬼看到我们就发仇了 我们有耶稣的权柄 我们施巴就施巴 我们宽巴就宽巴 不是吗 可是我们心心态想 那赞美呢 就让你们这样的信心 赞美就让你能活在 圣灵的里面 与圣灵同步 尽认在圣灵 满有圣灵 第三个 你要思想神 思想神与神的话 你如果常常思想神的话 耶和华律法权背 能苏醒人心 你的心就会苏醒了 你真的就醒过来 你真的就可以用 美丽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的眼睛 阿爸们 法度确定 能使于人 有智慧 我们说到天上的智慧里面 充满是温良柔顺 好沟通 柔顺就是 很好沟通 到过来就台语叫做 拍到底 知道吗 阿们 我讲台语 听得懂吗 拍到底 温良柔顺到过来就是 拍到底 你知道很好沟通的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是啊 当我们在神秘 常常思想神话里的时候 我们就梳醒了 我们就有天上的智慧了 阿爸们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对不对 满有怜悯 对吧 温良柔顺 满杰出善果来 哇 我没有假冒 没有根仙啊 对不对 很假仙 对吧 没有偏见 不会有偏差看别人 然后是和平 是制造和平的人 听得懂吗 这何德 如果你常常思想神的话 神的话在你心里面 要做绝对改变的工作 常常看有个好 常常思想有个办法 就是你常常看 懂吗 冰箱上面 我都叫我们家三个小朋友 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 写好 弄在冰箱上面 吃饭前先背好 一个礼拜要背六节 三节可以吗 各位 你背 你背完再吃饭 你不是要吃饭吗 吃饭就先背经文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吃饭前背经文 特别有效 因为有趋力 知道吗 是不是 背经文 你把经文背起来 你才在没有想 那你呀 请精神 心里会快活 苏醒 你知道 法座 每一样都让我们不得了 快活 常常说我忧郁 都 你好好赞美 你好好四小时的话 你就喜乐起来 对不对呀 没有人回应 比风房下低的蜜 都甘甜 对不对呀 对呀 你真的好好摸 小时的话 你真的不得了 我常跟别人讲 又是蛮好担心的 那我想到 我是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自他们全民 做神的 不得了 我们是谁呀 神的儿女 神国度的王储 格格 贝勒 是不是 你要不要相信呢 小开 宇宙联合 隐藏 隐藏 老板是上帝的话 你就是小开 阿爸们 管他经济不请气来 反正我告诉你 我要用的时候 一定会有钱 阿爸们 阿爸们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 似乎是贫穷的 却是叫许多人 你平常不要有太多钱 不然应该会来 绑你家的小孩 我告诉你 对不对呀 你要什么 要用钱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钱 那就对了 阿爸们 我上去 我怎么 我怕什么 我小开 哈利路亚 你如果真的去 思想神这应许的时候 哎呀 比父母下地的命 还甘甜啊 名安的 我怕什么 再也都不愁啊 哈利路亚 听懂我在讲什么 听懂 你如果思想上帝同爱 你就不会应该 在那边发神经说 哎呦 我现在记得了天国吗 哎呦 我看耶稣大概有一天 会不会讲错 我不认识你 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毛病在心里啊 有吧 没有 没有的人信心很好 没有的人有两种 一种信心狂 一种搞不信心状况 啊 啊 信心 都是什么一种 啊 会啊 会啊 我们想说真的难心 哎呦 真的 我这样子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主啊 你又有电话说 我不认识你 啊 凡事我主啊主啊 不能都进神的国 对不对 主啊 也许 我上去 有些人也许我哥都飞上去 我都飞不上去 在一起被提 第二天 不 如果你思想真的允许 你会越来越有信心 我有了小孩有一个好处 我就想 我都这么爱我的儿子 何况天父岂不更爱我 我就相信我可以今天过了 阿爸 阿爸们 阿爸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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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们 我们家儿子 对不对 我们家儿子哦 我觉得 有些时候女人 不是说女儿子好像比较贴心的 对不对 对不起啊儿子 我也是儿子 我擦个药 在一个车上面都坐我后 我拿个药擦一下头 女儿马上就讲了 哐啪 你怎么了 儿子好像没看到痒 真的好像没看到痒 我就开始机会教育来 诶 你们将来要孝顺我啊 我也老了 爸爸现在五十五岁了 你们要关心我啊 爸爸 是是是 听见人家 真的 我们都这么爱我们的孩子 何况天父 岂不跟你讲 天国赐给我们嘛 阿们 要搞得起这个状况 如果你才思想上帝 你心里面就这么甘甜 甘甜的人 无一良善 阿爸们 阿爸们 最后 把重担写给神 一个心里面充满重担的人 很难良善 都自顾不暇了 怎么可能帮助别人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自己都好苦 怎么可能说出好话来嘛 苦不堪言啊 对不对啊 怎么会说出好话呢 所以神说 将你们的重担写给神 因为他 顾念 弟兄姐妹 家家都有一本 难念的经 是不是啊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本 难念的经 我们都我们的苦楚 就一年之前 赶快 谢给神 阿爸们 你的头发 他都梳过 你放心啊 上帝一定安了 阿爸们啊 谢给神啊 对不对啊 天塌下来 有耶稣扛着 他长子 对不对啊 阿们 我们都是赐子嘛 是不是啊 他长子 你不要担心 你谢给神 老苦难重担的人 来到耶稣的连家 把你重担 谢给耶稣 阿们 当你心里面 交给耶稣给你安息以后 你很容易说好话 所以我讲个例子的结束 有一个人叫做凯丽 月亮出蓝色 出了他的书 他是个基督徒 18岁那一年 他本来可以去读 一个非常棒的大学 有个非常棒的男朋友 而且家里面非常有钱 可是他选择了一件事 就是跑到乌干达 一个熊香屁眼 去帮助那边的人 他说有一件事情 让他一生一生难忘 他一直到现在 都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离开 然后他的男朋友 就跟别人结婚了 就不了他了 反正点点点点 长得非常漂亮 他说有一天晚上 有乌干达 那个熊香屁眼 吓着他跑到一个地方 去买饼干那什么东西 要回去 因为很湿 觉得是冷 他只想着赶快回家 可是就这时候 看到角落有一个小孩子 他家里已经收了很多的孤儿 他又看到一个小孩在那里 他本来想回家好了 好冷好 全都要感冒 他跟上帝让他说 凯蒂停下你的脚步 他就顺着停下来 就跑到那小孩里面去 买了果汁 买了饼干 把身上的名钱全放在手里说 那个小孩说 我家出来哪里哪里哪里 坐坐车来什么 就在那里楼楼楼楼楼楼楼 他就给他钱 就你赶快回家 那小孩子走了几步之后 就回头了 看见凯蒂说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凯蒂 你叫凯蒂阿姨就好了 他说我叫Daniel Daniel就跑去找公车 凯蒂也没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他常常帮助那边的小孩 一年以后 他说有一天 他又去那个商店里面 去买东西的时候 被一个清醉的声音叫出来 凯蒂阿姨凯蒂阿姨 他回头去看 Daniel 他还记得他Daniel 他说我是Daniel 凯蒂阿姨 你等一下哦 他就 跑去 旁边一个 卖冰棒的一个小摊上面 去买了一支冰棒 买了一个很简单的冰棒 凯蒂阿姨 送给你 他一面吃冰棒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一面讲 凯蒂阿姨 我这一年 我每一天 都为你祷告 哦 哇 凯蒂还送给他一个木头的十字架 是他摆在身上 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凯蒂听到热泪盈狂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棒 凯蒂说这句话 我就把他背起来 他说当我们愿意停留下我们的脚步 去爱我们的时候 上帝会成就非凡的壮举 这个孩子一年 我只不给他几块钱 一杯果汁几根饼干 他一年 每一天在导告当中都祝福我 哈利路亚 他说当我们愿意停下脚步 去帮助别人 上帝会成就非凡的壮举 良善是基督徒的几行 是圣灵的果子之内涵之意 良善是光明之子的果子 良善是上帝的智慧 这个世界不缺基督徒 只缺良善的基督徒 你的家里面不缺基督徒 只缺良善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今天愿意用美丽的思想 开始操练用爱的逻辑 思想人 用美丽的眼光去看待人 用美丽的言语去温暖人 扶持人帮助人 如果我们用慷慨的手去给予 我们用宽宏大量的心去赦养 如果我们用感恩的心去报恩 如果我们对人持守 坚定的持守有情有意 上帝会成就他的壮举 我们一起地团来祷告 基督常常期待神迹奇事 随着我们 基督常常期待 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都期待我们的教会 不一样 是个有基督同在的教会 我们好期待自己这么一个 蛮有胜利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请来透过凡事邪奔 透过不足的祷告交托 透过赞美 透过思想你的主 多么爱你 思想神的话语 成为与圣灵同心同邪的 圣灵的果子 自然就要结出来 请为自己祷告 谢谢 主耶稣就在今天早上 还没有接受你的人 一定要接受你进入祂的心中 做你个人的救助 就在今天早上 我们有圣灵的人 要起来 成为慢有圣灵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 就是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来 让我们的思维 变成爱的思维 让我们的逻辑 变成爱的逻辑 让我们的眼光 成为爱的眼光 让我们的言语 成为爱的言语 让我们的手成为慷慨给予的手 让我们的心成为宽宏 大量的宽恕的心 让我们成为一个 知恩 感恩 报恩的人 让我们总是一情意对待你 对待那些对我们好的人 主啊 让我们起来 不足地将重担写给你 不断地赞美 不断地感恩 不断地思想你 奉祖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祝大家